台股今天大漲360多點 台積電的功勞沒有錯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3661的四星KY 卻是這個K線長黑 很多股票殺到跌停 歷經上個禮拜都最強的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但不是多變空而是結構 台積電跟長榮居然同時大漲創下新高 你選誰 這個觀念要怎麼解釋呢 還有什麼好的東西呢 都在我們的免費的會員影音 再講一次 都在我們的免費的會員影音 也希望同時要找標股 看我的台股新攻略 台股新攻略 謝謝帶你掌握全世界投資朋友 大家好 我是亨達投顧 曲領帶老師 感謝你每天準時的收看 好 今天漲360幾點 因為費半大漲 可是今天長榮也不弱 大家應該聽我講過說 我們等一下講它就會很有趣 台積電上 那長榮下 長榮上 台積電下 那如果是這樣 大概就漲了五十點一百點 或小跌五十點一百點 但是如果顛倒呢 台積電跟長榮一起上 所以長三百六十幾點 這樣對不對 長三百六十幾點就沒有錯嘛 但是 照理說 如果在過年之前 或者去年十一月上來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說 台積電大漲的時候 長榮是不上的 可是台北股市上可以 過完年這樣可以漲四五百點 台積電長榮沒有動 那台積電今天漲上來 投資朋友你有沒有注意到 有些電子股啊 我拿給大家看 今天是長 三月一好了 你看今天是長黑喔 這個股王嘛 4968跌停嘛 那一天還有人說 掌停板就跌停了 3005的神機也是大跌 6462的跌 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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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早就不漲了 早就不漲了 還有那2376的 都開高中 這是翻黑喔 這是翻黑喔 2353的這個本來說 也是快要翻黑了 本來說這個代爾電腦 所以 你有沒有覺得說 可是長榮 漲停 大漲 創新高 成榮 我從八十幾塊 跟你講到現在 過程有買有賣 其實投資朋友 哇齁 我一向是要 給大家的一個觀念 就是 你慢慢做 穩穩的做 30年的經驗告訴我 這裡即將可能出現轉折 很簡單嘛 CNN的恐懼貪婪指數來到 極度貪婪了 那個黑定額指數也在高點 但是不會大跌 它應該比較像去年的7月8月9月10月那個緩跌 那個情形 可是不用怕 因為有替代爾資金漲上來 我再講一遍喔 長榮照理說上漲 台電照理說長榮是不會漲的 你看過年那個台積電這一根就知道了 有沒有 台電這裡是這樣子 這是怎麼知道 這二月 二月十五嘛 你看二六零四大長榮 二月十五在這邊 二月十五在這一根 長榮是不怎麼樣的 有沒有 長榮不只要 二月十五喔 台北股市漲了四五百點喔 新春開放盤漲了四五百點的長榮在這個位置 它是小跌 開低啦 跳空下來小跌 可是長榮 台積電呢 當天是跳空 雖然黑K棒 可是是大漲的 當天台北股市漲了四五四百多點到五百點 就這裡 那今天為什麼 為什麼台積電 今天為什麼台積電是這樣子 也是跳空上去 那長榮呢 長榮一度翻黑喔 你感覺到就大勢已去喔 當作台北股市也是漲三百多點喔 都快四百點喔 但尾盤它急拉上來 然後呢 你就看到一些 AI三雄啊 什麼的 這個四星啊 都掛了 總之你要把這個結構搞清楚 那表示什麼 不怕你台積電拉回嘛 然後我跟大家講過 台積電跟長榮這兩檔股票 現在都起漲了 那如果給你選呢 你要選哪一檔 我當然選長榮啊 為什麼 因為VDI指數VCI指數都在大漲啊 那你台積電今天漲了啊 K線 你看從純粹從K線來看喔 你看這個樣子 2330 有沒有 它並沒有不見得比這個漂亮 因為它開低上來的 所以結構來講 這是成功的 那有了長榮呢 當然就有機會在生計啊 還有一些原物料啊 我慢慢看 我們怎麼來做分析 我們怎麼來做分析 感謝大家的讚跟分享 你有什麼疑問 就加入我的LINE 加入我的LINE 那也希望投資朋友 你填表來 我們講的股票最近都不要半天了 只要你有加入 都有看到成績 那有些東西還沒有動的 讚 這個行情啊 你最簡單 突然你不用再想了 一定是補漲股嘛 不然幹嘛 3661的施因科 還不利用這個大漲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揮打也漲的時候 趕快漲上來 趕快開高走低 AI三雄啊 廣達技嘉 為什麼開高走低 長黑棒 為什麼 就是有人高檔 要開始做轉換調節了 那一樣漲360幾點 不怕啊 就算台積電 台電不可能每天這樣漲啊 台電明天到尾 長榮就大漲了 長榮帶動就是海運那股啊 又是一股傳產的勢力了 所以 我說大行情啊 大轉折就是大行情 這個一些電子股啊 之前不要很多了 不要碰了 而且可能會開始 你用那個六四六二的神盾 就知道 又不怎麼樣了 但是呢 一些小型的 非電子啊 一漲上來的話 就用標的了 尤其在生計這一塊 不要說生計沒有那個 好 那歡迎你填表 一定要 趕快 今天 這是上個禮拜五的 那趕快填表 對不對 那你可以 可以這時候看 然後上個禮拜五 你明天我再錄一個 都可以看 都可以看 你只要跟我們講說 你要這樣設定的話 我們就給你看兩次都沒關係 講一下嘛 那這個才有好的機會啊 那我們現在加入三重送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一般來講 收費員這個是一筆錢 這個也是一筆錢 這個也是筆錢 如果你單一加起來 那這個都要都要的話呢 你參加一個參加一個 對 你要知道我高階技術班 不是開玩笑的 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有架構的 沒有人敢講什麼 到吃貨出貨 有沒有 等一下再講 人體是當充隔日充 這個都給你 而且價錢一樣 可是呢 如果你單一買的話 好貴喔 我勉你喔 你一次拿三個來 比任何一個單一買都便宜喔 因為我們超低價 我忘記一張表跟你講嘛 這個就只有這個月而已 就只有這個月而已 看你要不要啦 三重送 非常符合 這個軟體啊 你去問人家操盤軟體啊 你打電話去問啊 沒有七萬八萬是不可能的 現在免費 免費的 現在免費的 免費的 這個也是加入就有啦 這是高階技術班啊 但是這個真的你難想像啊 去老師 在台北股市三十多年 沒有那麼便宜過 沒有那麼便宜過 到窮 不怎麼樣嗎 我們快看一些國際股市 這個納斯達克歷史新高 可是 漲得也是溫吞 費半最厲害 跳空上去 這台積電漲的原因嘛 可是怪怪的喔 標普出來是留意FET會後 這個這個月有 3月20號過後的那個啦 好 那 那美元指數在這區間 所以我還是想想這個區間 美股不進程會大漲 而且會面臨轉折 但是不是要大跌 是內容轉換 你把那個台積 我底下寫台積電長榮同創新高 和解 我的大標題裡面 台積電長榮同創新高 你選誰 那和解為什麼要選誰 我當然選長榮 因為長榮 股本比較小嘛 這漲比較多 而且VDIVCI 散裝指數都在大漲啊 那 但是這和解呢 比如說它是一個敲敲板的時候 已經趨於穩定 不怕台積電跌 因為我有長榮在 但是因為長榮 沒有辦法跟台積電比全中 所以指數變成緩步整理開始的 好 我跟大家講 你不用覺得很奇怪 黃金快要創歷史新高了 其實黃金漲就是避險啦 所以你要對科技股要開始警戒 但是低位階的才是寶 低位階的才是寶 螺素2000來到兩年新高了 它的內容是生計銀行跟工業股 這銀行當然是小銀行啦 不像那個Morgan Stanley啊 那些大摩小樓高盛啊 那種區域銀行 那個大銀行不像 這是區域的小銀行 螺素2000 然後再看一下 好那輝達 是讓它收盤創高了 但是股價並沒有創高 收盤價是創高 那再來看一下 這更強 所以這個大差別在哪裡 我們跟大家講 除了台積電影響還沒有影響到 但這為什麼是長黑 為什麼 揮達的概念股就是這一些 長很多的晶片 沒有漲到的晶片就是AMD概念股 你這樣記就好了 3035的智原 2388的威盛 非常看好強力補漲 你等著看嘛 3443的沒有漲到啊 今天有沒有 今天看一下3443 正當啊 這個都有機會 這個基本面比較差 它衰退比較多 好那蘋果 AI 灰達 標普七巨頭 這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 谷歌是這樣子 對吧 有沒有 特斯拉更慘 跌破年限 那微軟那些 就是在橫向整理 創高一點點橫向整理 漲得比較多的是灰達 但是漲最多的是AMD超微 你要搞清楚 好 可是里來 所以里來了 升平到一千美元 里來升平到一千 世衛組織說 這個減肥藥啊 根本不夠全世界十億人口的用 所以減肥藥 所以是被調 因為這樣被調高到一千美元 現在在這個華爾街來講呢 也是把什麼 把灰達 把灰達的股價 現在790幾 820幾 最高也是只有調到一千 然後呢 灰達跟 灰達最高調到一千 這個里來也被調到一千 這我們看到最新評論 我不會亂跟大家講 灰達現在800多 對吧 里來700多 兩個都被調高到一千 請問 請問 里來會比灰達差嗎 你要想一下喔 因為結構就在這邊開始要轉變了 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1月30號 會員 所以你要參加免費會員 就是這樣 這裡面要講電動車 輕能源 AI電動車 還有散熱 有沒有 1月30號 有沒有 這開始漲了 有沒有 今天再算高 一檔一檔 所以每月已經多好用 有沒有 很免費的 勤幫 跟你講過 講完 講完之後 來開始 講完 當然要買啊 要買啊 然後呢 今天創高了 當然要買啊 當然推薦啊 來圓泰 這1月30號 但是今天早盤 我可以預理大盤 我那時候目標價多少 1月30號會員演員 1月30號的 元泰 各位跟大家講元泰 因為最近他 最新的消息是 禮拜五 禮拜六的時候 有沒有 那個原來答案 他最近漲的原因 是因為 郭明奇說啊 2025年啊 那個 他除了WOMA嘛 就是 亞馬遜也跟他下訂單了 要2025年用 然後呢 元泰 這是什麼 這是1月30號 這是呢 在這邊 今天 那今天早上 我在 新攻略的早報 跟我的會員都提到過 這個股票有沒有 要 今天要利 利多出來嘛 所以今天要賣過來 這個很重要 今天提示要賣 新攻略早報 提示要賣 賣掉了 那就看到了 好 那華新光 今天又來了 今天台北股 我還沒有跟你 中國大西光子也是標 中國大陸生技股的CDMO 西光子都標 chip GPT的軟體股 同樣都是標 那你說我們不能 中國大不能比 美國也是這樣子 華新光有沒有 欸 去年大概賺 賺兩塊錢 2020 前年兩塊錢 去年大概四塊 今年估至少十塊 八到十塊 所以 我當初跟你講 好戲來了 有沒有 他在這邊 有沒有 我說過了這個就可以買 有沒有 四手紅蟎掌上來了 有沒有 我說 全世界的西光子都來到這個位子了 去年賺三塊 今年估十塊錢 有震盪拉回 那一天 拉回的比較大 我跟你講快上車 拉回比較大快上車 今天呢 拉回比較大快上車 來了 有沒有 拉回比較大快上車 有沒有 今天來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再來看一下金圓店 這2月16號 內容這 去COWAS 我跟你講 COWAS在我選只有兩檔 他跟一檔3305的 那3305的深茂 我們出過一趟 我這邊講給你聽了嘛 也在免費語音跟你講過 所以免費語音很重要啊 進去登錄啦 那他為什麼出呢 因為這個3305的深茂 來我給你看 我都講過 也在這個節目講過 沒有亂講 你看看 我們賣在這裡 過高就拉 因為為什麼 因為來到這裡的 席價 他跟席有關係 席價是拉回的 那一樣啊 破低啊 短線低啊 那來到這裡不是差不多了 只要席一上 我們就再回接 他是 COWAS 當然我推起來 COWAS有個小盲點 就是全世界的 COWAS兩個震盪 一個就是 日本的 艾德瓦測試的話呢 創歷史新高 沒問題 但是美國呢 這個 Anker呢 是屬於橫向折的 拿給你看 AMK啊 他開始要動 所以今天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但他沒有過高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今天COWAS漲上來 就是因為他漲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漲 所以COWAS漲上來 COWAS一定要是跟他動的 我們會慢慢拍 但是日本的艾德瓦測試 已經上去了 一直在創歷史新高的 日本今天四萬點 四萬點 但是日本也不是 你看一些 日本那個 什麼伊匪店啊 那個窄版啊 什麼還有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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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設計有一些大廠 瑞莎辦桌 都很難看的 都很難看的 但是為什麼 COWAS今天動 因為他動了 懂你什麼 他動了 他動了 所以COWAS還是相當有機會的 所以就這個 有沒有 2月16號 2月16號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他雖然沒創新高 但收盤價是創新高的 所以免費已經跟你推薦的 有沒有亂講 有沒有亂講 沒有亂講 沒有亂講吧 沒有亂講吧 好 那生技股 我們生技股 等一下我們用一檔股票來談 我們先回到講長榮 長榮買進 對對對 有沒有 這個在動 來 我們先把長榮 第一個 我說紅海危機 其實長榮 我們從低檔這樣 一路這樣做上來 達到這裡 我要跟你講 危機未除 長榮 台積價長榮上 他還震盪 其實 這個過程就是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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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開始進入震盪 我們過高賣一些 拉回再買 再買 長榮 有沒有 我說明日創高 明日創高 有沒有 真的過高 快要過高再拉回 可是我跟大家講 外資大買 外資大買 有沒有 長榮 我說小摩木 目標叫225 在過程當中 我一點都不擔心 有沒有 我還跟大家講 我說這是今天 今天是不是再算高 有沒有看到 再算高了 這過程當中 有買有賣 我不知道幾次 大概大概而已 像這裡賣一次 這個再買 最近一次在這個低點買 其實沒那麼高 在這個低點買 在這個低點買 在十字件這裡 就有買有賣有賣有賣 有的高點再出一些 低檔再買一些 有沒有 我問大家 與台積電同創高 你要選誰 當然選他 因為台積電也總不會 每天3%5% 但這個可以漲兩成三成 我認為航海王時代又要來了 航海王 台積電明天可能就 不動了 就換他 因為他已經上來了 已經跟大家講說 台積電你休閒沒關係 其實結構就是這樣子 其實結構就是這樣子 我的技術教學到高階班了 就談結構就非常重要 同志們你要心靈神 為什麼要結構 怎麼會跑出一個長榮 轉台灣大姐老師 跟長榮跟台積電做比較 沒有 什麼叫長榮下 台積電上跟我說而已 AI三雄下 生技上 你看看美食三天之內 必有行情 因為今天是給這個 這個AI三雄大漲的好機會 你沒有大漲就有問題 你沒有大漲就有問題 好那三天之內沒有大漲的話 當然美食機會就來了 美食一漲到生技股就來了 生技股你以為真的沒行情 拿給你看 有些生技股早就不可同日而已 像這樣大漲 真的看這多少 這五六十塊而已 有沒有 這個六十幾塊 擋到194塊 不過一個多月而已 那一個月左右漲了一百 你以為生技股都沒有動 但主角就是美食 或者保銳 那三天之內呢 這個鳥鳥的 這三天之內都沒有動 鳥鳥的 結束了吧 三天之內 因為大家知道 他跟美國美超會動 可是你還是要遇到 萬一這一個月廣達的營收獲利 營收 先不談獲利 那祭報 對不對 他如果公布不怎麼樣 他 這就是個障礙 可是1795的是很好的 所以三天之內 他必漲 會帶動生技微波行情 答案就在什麼 AI三雄 所以這就是結構的分析 有沒有 結構的分析 為什麼他有利基點呢 我們再看 美國的散裝指數是飆的 去年11月到 這跟去之前的不一樣 已經不一樣 之前他沒有漲 後來從11月他飆到現在 他已經飆了240% 2.4倍了 VDI上個禮拜漲26% VCI漲42% 你看他明天 表起來看看 你看看 當然大前提一樣 台積電就不怎麼樣 台積電今天漲那麼多 休息一下合理啊 美國也不只是漲 這就是為什麼3661今天開高走地嗎 因為從美國股市的角度 他漲 所有都漲啊 黃金也漲 黃金都快創歷史新高了 原油也是大漲的 原油是四個月來的高點 黃金是快要創歷史新高了 都在漲啊 有沒有 連風險的黑天鵝指數 恐懼於貪婪指數來到極度貪婪 有什麼不對 都在漲啊 美國現在完全沒有看到空頭啊 這怎麼會對呢 但是那個好處是說 大家都有機會嘛 大家都有機會的話 你台積電就不 就不需要揮打跟台積電拼命的漲啊 揮打不漲也沒關係 AMD抄圍會大漲啊 你不要去揮揮打 我可以找AMD抄圍的股票嘛 啊就是沒有漲 因為AMD抄圍是跟進上來的 你要找那個跟進上來的 好 那會洋 有沒有 四個紅盤的買點 有沒有 四個紅盤就是中多 果然創新高 有沒有 然後呢 今天 今天雖然沒什麼東西 因為都焦點啦 因為今天焦點高科技股 都是電子股 那電子股裡面的內容 就是台積電漲 有的出大量在出貨 361 4000 KY 4968 這個利基 對不對 一大堆在出貨 出毀 AI三雄 對 今天電子量大 對不對 一大半都是在出毀啦 出貨 所以這你要看我的 這個高階教學就知道了 育民 這個裡面都有講 去年前三年 因為第四季還沒公佈嘛 他一樣慢慢漲上來 2605的 像這個2641的2605 這個被調高到367耶 現在才二十幾而已耶 36 最新的目標就有看到 好 那亞利 重電跟概念股是大選政策 跟業內主力的 他買超短線的 這是我們1月23號 1月23自由日 台電不斷電系統 所以台積電動 它當然是獨家供應商 那1月23在這附近 在這邊 1月23這邊 那時候跟大家講 亞利在續創新高 亞利今天過高 震盪 也是漲啊 漲幅沒有那麼大 畢竟這些都漲多了嘛 那倉佑 我說重電玩的時候 就汽車 汽車零組件 這2月20號 汽車零組件 有沒有 倉佑 一路上來啊 你看這個就知道了嘛 沒開始動我就跟你講了啊 免費會員已經去漲了啊 有沒有 繼續漲 今天繼續算高 起漲股 今天高檔 每次我跟妳講 來 生技時間坡 這是上個禮拜五我講的 今天該給你下一個標 AI下 當然是AI三雄為主啊 生技上 三天必見行情 我們來看一次喔 3231 這是這樣 他們最該漲 他們最該漲 不漲 他也沒有過高啊 他沒有過高 他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就是有問題嘛 沒關係 給他一天兩天的時間啊 三天都在這個位置 甚至下跌 甚至破這個低點 對 他就來了 你看我這樣結構分析 對不對 泰茂 上個禮拜五 你打開我的免費原因 是不是在講這一檔 是不是在講這一檔 泰茂 3月1號 有沒有 今天3月4號 3月1號是禮拜五嘛 有沒有 對 今天3月4號嘛 我禮拜五跟你講的 這內容都在這邊 我讓大家不用講 圓月營壽都講得清楚 有沒有 我特別跟他講 因為 就是我說我抗好汽車零組件嘛 有沒有 然後呢 他這樣子跌啊 上來了 一推薦就漲停了 然後我們要講我們金融操盤團體 手機電腦都適用 明確 指標很明確 文字都跑出來告訴你啊 主力籌碼 有沒有 多空雙向簡單操作 按鍵一按就有了 你要看台積電2330按就有了 還有呢 他有國際訊息 我每天早上會有早報 然後跟你講 國際股市漲了什麼內容 跌了什麼 再加上我自己的評論 我大概 你拉六七點就收到了 六點多就收到我的評論 六點半以前 一定收到我的評論 跟美國股市 你看我一大早四點多 就開始收集資料 美國股市漲跌什麼內容 都很清楚 這樣才有它的價值 因為投入人你也知道 我對這一方很厲害 我再講清楚 國際股市的類股個股 一大早漲什麼都知道 這是我拿手 你應該很清楚 但是你有這一套 對不對 如果再加上我們的 這個操盤 這個技術教學高階的話 高階的話全部 你就全部融會貫通 你才能夠慢慢自己做主說 原來台積電為什麼 而且結構是千變萬化的 那這個我們先看 這我們的軟體裡面 會有空方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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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精彩是有一個 你看精選這兩個人 盤中精選 跑出三檔 這給大家做當沖 隔日沖 短線隔日沖 當沖也有 有沒有 今天就有太茂 太茂 這個剛好在軟體規劃中 剛剛好湊起來 我三月 禮拜五跟大家講 今天的軟體自動 跑出這檔 今天漲停 跑出藥滑 漲停 跑出長榮 今天也跑出長榮 漲4點多 幾乎是長榮收最高 那後面這個背景 因為亮度的關係 後面背景就是我的這一套軟體 那看到旁邊這些文字 它都可以放大 文字這些有沒有 是什麼 就是股市分析 跟美國股市盤前的分析 台股盤前的分析 各股股秘密滿滿的 你整套學下來 你才是完整的 這我就跟大家講 然後呢 你說老師我要做台子期 你看兩個 十幾分 這個我們用15分鐘 定位兩個小波段 今天300點 這個從 從這個 這個 這個 上個禮拜 我就開始出現波段行情了 300多點到手 300多點 有精選的個股 有有主力明确 有主力筹码 像这个就是主力筹码 有主力筹码 有没有 有精选的个股 精选个股大概两档三档而已 给你隔日冲短冲操作 有没有 这样的意思吗 那这些 全部给你 你任何一个单一都不加起来贵 那你要你就干的全部 高级技术班 我们看一下三重送 技术班我们出街是这些 出街拿来卖钱 我觉得很丢脸 这大家都会像 盖子也都会像 黄金结构都说过 但最高阶 高阶是这 结构 你如果从结构上去探讨 心情 台积电上 所以没有在哪 台积电都在 常总会挤拉 常总挤拉的过程当中 不用长很多 那个散装轮有没有 或中小型的散装轮 会用标的上去 你看到一片红彤彤 当然今天晚上美国股 科技股很重要的 结构分析图 位阶 对 对 对 惯性定力 开盘技巧 吃货出货 这个很不长 我跟你讲 估计 再长个 再讲个三十几到四十几 看能不能把它讲完 因为里面有小分类 多头做教 空头做教 什么叫总买进 这个我拿来卖钱 什么深冬即兴 讲故事三枯 这个我拿来卖钱 有道理 全台湾 全台湾也只有 我讲得出来 我可以跟你保证 全台湾 大家在讲技术教学 那个KD 什么在卖 笑死 全台湾只有 还有K线 有更重要的理论 大家知道吧 K线有更重要的理论 叫做主控K线 定开盘 开盘定收盘 全台湾只有 讲得出这些 只有我 一次全给你 一次全给你 到三月底 但是我明天 今天把他拿出来 那个日期最后期限 好 那改变你的 会员影音 来 这个 加入一下 会员影音最重要 会员影音最重要 好 台股新工略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注意哦 三重送 三重送 任何单一都比较贵 三个加起来仿好便宜 三月底之前 台股新工略 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所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正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跟单操作 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众